万万想不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竟能亲自到朝鲜,解救被朝鲜扣留的美国记者。 视频中的这两位美国籍亚裔女子,因在2009年的3月拍摄中朝边境的朝鲜难民, 而遭到朝鲜政府的逮捕,并以非法入境罪和敌对行动罪等罪名被朝鲜方扣留, 同时被朝鲜政府判罪12年的老角。 但这两人幸运的是,在同年的8月,就被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亲自乘专机,抵达平凉,访问朝鲜后,获得朝鲜领袖金正日的特赦。 这两名记者才最终被朝鲜政府释放,并于2009年的8月5日, 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同乘机,返回美国。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影像,便是其中被扣留的记者李丽娜,在到达美国后, 公开向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感谢和感恩, 她俩原本是两名美国本土的主持人。 其所任职的Quarantine TV,则是由美国前副总统哥尔所创办,主要的播出内容, 则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所拍摄的有趣画面, 在美国本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而根据相关资料表示,另一名被扣押的记者林志美, 在整个扣留期间,体重一共减轻了6.8公斤, 而且在朝鲜所食用的食物中,米饭里常常混有狮子。 不过针对于他们的说法,朝鲜方面是这样回答的, 朝鲜声称这两名记者所居住的地方, 为平壤的招待所,其住宿环境堪称高级的住宿设施, 他们被限制自由的日子里, 所食用的食物则是吐司鸡蛋和牛奶, 并会定期安排医生为他们体检。 林志美的体重减轻, 则是因为她在被扣留的期间患上了溃疡。 而针对朝鲜方的回答, 这两名记者并没有否认。 而此刻出现在镜头中, 身穿一红一绿的两名女子, 便是她们刚刚被朝鲜方面释放, 提着包裹准备登上克林顿专机时的影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红衣女子就是那个体重, 减轻了6.8公斤的林志美, 她因身体销售, 被美方工作人员接过包裹, 然后跟随着另一名记者李丽娜, 前往克林顿专机的登机口。 随后他们俩缓缓地爬上楼梯, 并与站在机舱门口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亲切地握了握手。 也许这一天他们曾无数次地幻想过, 但让他们意料不到的是, 竟然是美国总统, 亲自乘专机来接他们回家, 这是多么的信任啊。 而要问他们为何有如此大的面子, 那就不得不提他们远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 在2009年的6月3日晚, 就是她俩即将受审之际, 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在美国的9个城市发起了集会声援活动, 从而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 加上李丽娜和林志美两人美国记者的身份, 从而让更多的美国人关注到此事, 之后才有了美国总统克林顿, 亲自乘机到达朝鲜领人的画面。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不知是不是美国总统亲自出面的原因, 朝鲜方面并没有对此次释放, 提出金钱要求。 因为早在1994年, 朝鲜释放韩美军直升机飞行员报比霍尔准位时, 就曾要求美国需要支付1万美元的金额, 作为释放该飞行员事件中的国际长途花费。 1996年释放埃文亨奇克时, 也要求对方需要支付10万美元的罚款。 所以此次朝鲜方面释放, 李丽娜和林志美两名记者, 既没有要钱, 也没有为难两人, 很可能就是看在克林顿的面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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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